中文字幕 李宗盛 當然失望了 因為上半場我們有大好的優勢 最後他們一個發球就入了一球 但是下半場我們的發揮沒有上半場那麼好 所以就贏不了這場球 會不會是太大壓力的球員 壓力每個球員都有 我想他們要知道 這些是重要的比賽 今年我們都會踢很多重要的比賽 例如26號對東方 跟著叫協盃 他們都要習慣這件事 但是下半場我覺得球隊可以踢好些 那哪方面會這樣加強 我想都是球員的心理質素 我覺得下半場可以冷靜些 去處理某一個進攻的情況 不是處理得那麼好 所以最後和波有些失望